旁邊 下面 跟著教練的動作 大家一起訓練腿部與七關節的耐力 一開始先以徒手的方式進行熱身 隨後再以器材加以輔助 讓運動更具成效 一開始我們都先教徒手的方式 就是不使用任何器材 因為畢竟學員他們家裡 可能也沒有這些器材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先教徒手 那它可以加上水瓶當作啞鈴 簡單的負重來做 那如果它可以能力做起來的話 它可以把啞鈴 狐鈴 甚至要求這些加進來 去增加它的負重訓練 它的肌力的效果會更好 我們其實全身都會訓練到 那像剛剛所做的其實是暖身 暖身跟有氧 先讓他們的身體熱起來 比較不容易受傷之後 再來就是做肌力訓練 手 胸 核心跟腳 我們全部都會做 教練也利用彈力帶來加強手部的力量 並運用大圓球來訓練 腰部與腿部的協調 每一項運動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的 長輩們對於這項運動都很感興趣 對於腿部的力量也能夠慢慢提升 體力更有顯著進步 我是第一次來上這種肌力課 然後想說現在慢慢進入那個老年了啦 然後想說怕說會有少肌症 所以來上這種肌力課程 我就學了之後 讓我肌力有一點增加 然後做什麼爬山走路都比較不會那麼喘 就是說在體力上我覺得說有加強 所以我覺得我每個禮拜很喜歡來上這堂課 要火就要動 每個長輩都說自從開始運動之後 不僅身體更健康心情愉快 也比較不會腰痠背痛 走路更是劍步如飛 鼓勵大家養成規律運動習慣 到這個年齡的話 就身體要照顧好 自己的身體就要靠自己照顧 所以大家有時間的話還是多參加這些活動 應該會慢慢改善啦 因為這種活動就是要慢慢累積嘛 沒有辦法說一下子就變得很厲害吧 反正也要耐心繼續去做這樣 好左邊 左邊 右邊 草屯YMCA勒林中心 一向關懷長輩們自我行動力的延長 特別開設激勵訓練的課程 透過各項動作 不僅可以預防肌少症的發生 也幫助他們鞏固健康 記者洪一輪草屯採訪報導 左邊 左邊 谢谢大家